指揮中心在公布居家照護指引之後 新北市長侯友宜也宣布 新北市居家照護 從今天開始正式啟動 讓六十五歲以下無懷孕 或是洗腎的無症狀 或是輕症個案 可以在家照護 點開iCare智能照護 App 護理師 醫師及輕症確診病患 就能視訊對談 隨時掌握健康狀況 要是確診者沒有定時回傳健康問卷 或用燈號做警示 若需要就醫 也有專屬綠色通道 可以來做後送 這是新北首創全國推出居家照護計畫 讓六十五歲以下無懷孕 或洗腎的無症狀 或輕症個案可以在家照護 所以這個是越早開放 對我們的醫療量能的保存 是會越完整 侯友宜表示 Omicron傳播率與感染率驚人 確診個案多達百分之九十九為輕症 在逐步走向邊境開放的同時 為了讓醫療體系正常運行 新北必須超前部署 若居家照護的民眾需要用藥 也讓七家責任醫院 透過釋出電子廚房間 藥師工會煤河社區藥局 送藥到府的模式 二十四小時就可以將藥品送達 並以通訊方式進行用藥指導 而疫情指揮中心也規劃 新冠輕症患者在家隔離照護時 考慮由基層診所 第一線人員派送藥品 對此基層診所認為可行性高 就在指揮中心宣布 輕症在宅照護指引的同時 金管會則表示 防疫險若有提供保護確診至醫院 或集中檢疫所的醫療項目相關保障 後續在宅照護上路 若有進行醫療行為 將協調保險公司理賠從寬認定 接著我有張國良 新北市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